好,各位,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大家,因为来这里看的不一定是潘老师的小朋友,总而言之,这个就是关心潘老师这个影片的小朋友或朋友,有一个紧急讯息要发布,因为这个画面现在非常珍贵,因为我今天犯了一个错,我本来要今天这一支影片,潘老师收到一个留言,那么他对潘老师的处理方法有点误会, 那我本来要去按这个编辑影片,就是把它说明加在这边,结果那个时候YouTube这个网站,现在其实不用了,请各位看,这里已经可以直接按下编辑影片,详细资料,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想到,我只想那我应该去把它重新编辑,然后到我的后台,管理后台去,然后我到后台啊,因为这个影片已经很久以前了, 所以我就利用这边有一个搜寻,看到没,输入这个我的影片名称搜寻,然后呢,搜到了以后呢,我就把这个影片,希望将来好早一点啊,我就把它打勾,因为我发现它没有加入这个分类中,我就把它打勾,然后按想要新增至我的这个,呃,我的影片分类中,结果我那个时候老花眼了, 我按的太快了,一不小心按到删除,然后直接按下Enter,啊这个就删除了,我的妈呀,那糟糕了,我的回忆就消失了,而且更重要的是,这个,来留言的人,他可能会误会我,呃,没处理,就把它给删了,呃,好像是我完全这个心虚,或者我当初在处理这个, 这个事件的时候是没有处理,其实我是处理的,呃,所以,我要赶快处理,赶快解决这个事情,为什么,因为这个画面我还在,呃,这个,潘老师有一个坏习惯啊,我就是,我会,我会喜欢,在留言前,把我自己的留言复制下来,而且我喜欢在新视窗,来开启编辑,呃,这个是我一向有留的好习惯, 那这个影片现在已经删除了,为什么这里还有这画面呢,因为我就是当初,按邮件在新视窗编辑,所以这里还可以,留着还可以看到,哦,这个现在已经成了历史资料,我是一按从一整理,这个画面就消失了,所以现在这个画面非常珍贵,那他来留言说什么,我首先要讲,这个人非常有正义感,那这个影片本来就是有几个小朋友,他把,呃,仓鼠养在铅笔盒里面,所有的片头,就,就小超白痴,从事养的家, 然后那个影片中呢,我就一直很惊讶,然后一边笑啊,说,哎,你怎么会把,这个仓鼠养在这个铅笔盒里面,然后他们就叙述,然后我们就很快的结束了这段影片,那事后我再跟他讲说,你哪有,怎么可能把仓鼠养在铅笔盒里面吗,那他,他闷在里面不是很不舒服吗,那么影片里面还有讲说,啊,你不要用挖的,你用拱的把它拱出来什么等等,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讨论啊,就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,那后续我要讲一下, 他们后来就把它养在那个笼子里了,起初他们会养在铅笔盒,就是因为想要带来学校,可就怕有一些困扰,所以才会养在铅笔盒,那我会跟他们讲这个方法是不好的,那后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,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辅导小朋友的技巧,我不太赞成就是说,小朋友一看到一犯什么错,你劈头就骂,你应该先知道他是怎么回事, 然后用他可以接受的方法来处理,那这个小朋友,这个不是小朋友,这个留言的朋友,他很有正义感,他在这边写的,他说,这个是极度残忍的行为,没错,身为成年人怎么可以这样鼓励小孩子,这样还笑得下去吗, 那这个就要讲了,这个就是一种教学的,或者辅导的技巧,你一开头披头就骂,那他回家以后,他是不是还这样做,你就不知道了,我觉得当一个老师很重要,就是要跟小朋友维持,就是一个互信了,那将来我们讲的话,他才愿意听得下去,所以这个其实他这个人来留言,他一定知道,宠物思想这样是不应该的,所以这个留言是正确的, 那再过了两,过了两分钟,他又继续留言,他说还说是老师,稍微有点人性的人,都不吃你们的行为和变态,请你不要误人子弟,这个还是展现了出他的这个正义感,所以我觉得这两篇留言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来留言的,那我,我其实有处理,我刚才前面也讲了,所以我要跟他解释一下,那结果一不小心删掉,那我就没办法按回复了, 他也收不到我的讯息了,他以为这个小朋友继续这样错下去,他也以为潘老师没有处理,那所以现在这个画面,那我今天因为胃痛,所以即将关闭电脑,这个画面就这样消失了,所以我要现在赶快把它录下来,来跟这个朋友讲说,谢谢你, 这个我在打给他留言的时候更神奇,我一直按到他的频道去,然后想要给他在他频道直接给他新增评论,也没办法,那还好我有打字留下来,我后来找到一个方法,就是按一个讯息给他,那我当时打的留言在这里,真糟糕, 我原本想要直接在影片中处理,结果怎么样怎么样,那我也讲过,我直接讲,谢谢你的批评,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, 只不过我不赞成小朋友一犯错,尤其是在校外犯错,因为这个影片当时拍,他们并不在学校里,然后我开口就骂他,那我以搞笑的方式来处理,就希望他们听我的意见,那后来拍完影片以后,我们有找到更好的方法,这个就不再讲了,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,所以我要跟这个留言的人来说,回复,很抱歉,我不小心删除了影片,也连带了不小心删除了你的留言,因为我平常, 我觉得人家花时间打字,都很感谢,所以我并没有这样的习惯,我从以前的留言版的时代,到部落格时代,我都没有删除别人留言的习惯,除非是那个色情广告的留言,如果有删掉,大部分都是不小心删掉的,那我特地的现在录这个影片,来存证,来证明,我有回复你哦,然后请你也不要误会,那么也很,也要跟你道歉,因为我没有在这个 描述中说清楚,我后来有处理,那害得你这样很生气,这是我的道歉的部分,好了,我这个胃痛一直消不了,我也要赶快去休息,甚至拿一点药来吃了,那今天讲到这里,录到这里,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诚意,以上,报告完毕,谢谢大家,拜拜 拜拜